善茶玩弄全数,这句国,无能是乌克兰资列王尼德。 库奇纳以来一系列领导人的通病,在乌克兰这个寡头呼风唤雨,贫穷落后,经济为你的国度, 游仙科和寂陌生科玩坏了国家,留下了一堆烂摊子,但他们依然可以在退位后带着微笑。 现在,游仙科在他的基辅办公室里,以及郊外的别墅中发挥于热,时而还可以和外国政要喊话。 寂陌生科则极有希望成为下一任乌克兰总统,他已经在2019年乌克兰大选的所有候选人中位列第一,政治夫妻。 遥想当年,游仙科从一个投资专家,变成了乌克兰国家银行的董事长,在库奇玛时代负责与西方进行经济谈判,后来被西方民粹思想所败导, 取了具有美国服饰价值观背景的美国妻子,成为了乌克兰人家育户晓的美国女婿。 在他和库奇玛决裂后,这位银行家得到了西方支持,决定参加2004年的总统大选,要和库奇玛指定的继承员亚努科维奇一决高下,而寂陌生科嫁给了一个官僚子弟亚历山大。 寂陌生科从此经商,向官员提供各种便利,成为了乌克兰最有钱的几个挂头之一。 他的领路人拉扎联科使他进入政界,在拉扎联科逃亡后,他也受到了法律制裁,因而与库奇玛结下两次。 两人拥有共同的目的,于是一同联合,进入了蜜月期,由仙科2004年的乌克兰大选,本来施亚努科为其一路领先。 由仙科眼看赢不了,向西方寻求支持,于是美国、荷兰、大国等驻乌克兰使馆纷纷向由仙科提供金钱援助,发动了所谓的民意调查,当然数字有益于由仙科。 于是由仙科大力宣扬选举不公平,要求重新选举。 为了提高支持率,由仙科自导自演,将自己的脸千疮百孔,好称是被人下毒导致了二动因中毒。 此季甚妙,引起了许多乌克兰人的同情。 此时此刻,纪莫申科在抓紧,在一边发动演讲,于是重新大选后,由仙科成功当上总统,人称重色革命。 由仙科和纪莫申科,纪莫申科如愿搭上了总理,而由仙科已开始奉行全面倒向西方的路线。 从由仙科这一代开始,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恶化了很多,乌克兰开始有意拖欠对俄罗斯的战务。 拖欠天然系费用,乌克兰的前西方势力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抬头。 然而,面对国家,由仙科和纪莫申科,最初的许洛全都打了水漂。 基辅的老陆说好,要动工重修,后来变成坑坑娃娃也不管,说要打基辅败。 然而乌克兰腐败深入知识,政治、经济、教育的各个毛孔,乌克兰学生可以花钱买饭。 军人也可以花钱去国外。 乌克兰的经济进一步被挂头瓜分,众多国有资产被兼并,乌克兰变成了欧洲第二穷国。 游仙科的继承人波罗申科,游仙科和纪莫申科虽然执政时间很短,但却开创了乌克兰历史上的多个第一。 第一个亲西方势力抬头的时代,第一个像俄罗斯赖章的时代,第一个俄为欧洲第二穷的时代,第一个像西方举行黑海军演的时代。 游仙科和纪莫申科坦承年色革命的马前卒,这一点也是有80年后基辅广场革命的原因之一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那么,씩公开了一下,这发专门非常有点好煤的带了哦! 谢谢观看